所以你要到临命中时 在等着接引 那在行者来说 那就要可怜一下 所以为什么有行者之分 有学人之分 尤其是佛门弟子 你平常的时候就要懂得用心 用的那一念心 你会发现何处不是接引 所以当你要是都懂得 是何处不是接引时 你现在就会察觉 你念的那句佛号 跟人家念的发心就不一样了 别人念的那个佛号 可能叫无名 可能叫委屈 你念的佛号 就是念念之间 懂得如何以心应心 就是内言经讲的相光庄严 就好像小孩子 真正懂得发心时 看到那个模范身 他念念之间 他在内心潜移默化 就是模范身的行为 其实这种行为 这种众生心中的 无名的这种接引下 从无名之中 也有接引的 类似一些现象 你平常可能没有察觉 就好像 以前我们喜欢 那个周润发 挖一个周润发的 这个照片 就有的人 你会发现 他所有的动作 都在学周润发 很自然而然 你要是家里面 挖一个军人的照片 不是喜欢军人 他就平常就要 熊啾啾气啊 再画一个 初遥那个小说 那以前导演就觉得 好像内心里面 刻意像凄苦的样子 你要突然放那个 爱国歌曲 就觉得熊啾啾气啊 因为发现 那个内心中的无名 他其实都有记住什么 像一绝在印绝 一绝在接引绝 只是因为过去 我们在众生液感之中 那个不能堪称叫接引 那个只是叫迷惑 那都叫迷惑 所以将来你就会知道 你念一个名字 真的要决心 要是七名时 你念的是阿弥陀佛 你长样就是圣人的功德 你只才能够明白接引 你从最初念佛时 都要相信那一念 念念之间的明白的接引处 将来你往生时 闭上眼睛 他不是等一人了 他就不是等一人了 所以甚至也有人在说 将来你往生时 你要念阿弥陀佛 最后突然有人念 那么观世音菩萨 你就完了 就去不了西方了 那这个不是把佛门中的 心体的大教 讲成了如世间儿戏吗 假如你懂得 这种圣人的接引处 你懂得那个阿弥陀佛 那种圣人的接引 人家念的是 那么观世音菩萨 你都会知道 那大悲同体 跟无量光的道理 是什么意思 他在无量光中的道理 是什么意思 那个他虽然念的是 大悲观世音菩萨 在你心中 他一样涉入在 无量光的佛名中 我讲这个辟语 或许你们听不明白 但用辟语解释 就比如我常讲的 这个音乐家 你若是心中 纯熟实行 你看那些色相图团 甚至于听他讲话 或者是触觉 你在心里面都会起成音符 所以你看的是不同的境界 你心中起的就是 你心里面念念纯熟的音符 那个乐章 画图的人也是 你心里要是纯熟实 你听尽音声 或者碰尽触觉 你心中起的是 你心里的图腾 我们是修心的人 我们是灭阿弥陀佛 无量寿 无量光的人 你怎么会到最后 人家念个南无观世音菩萨 你就不能够 会归于无量光的绝海 那就是根本不是修心的人 那个心 一就是一切 什么叫一是一切 因为你是站在 圣性上说的一 你明白那个无量光 那个无量光是什么 那是绝体的无量 因为绝体一定是无量光 你现在的一切感觉 酸甜苦辣 一切感觉 是好是买 是大是小是 疼是酸 你会发现 能觉得那个心有差别吗 所以它能够为你 启成一切差别处 万千差别处 那个心从来没有差别 但是这个没有差别 永远它都能够为你 呈现一切差别 那就是无量光 它在这一切无量光中 它能够启成差别 差别有十量 就是差别 感受之中会有十量的 一元来则生 一元灭则去 但是你能觉得 那个差别的 缘身 圆面的那个绝 又来来去去嘛 所以它叫无量寿 所以当你要是真正是在这个心里面 念念体会这个绝体的无量光无量寿时 当别人念的是 那么观世音菩萨 你就马上能体会到 这个无量光无量寿终 跟同体大悲的道理的相应 所以它听到是菩萨的名 回归的还是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人将来 他的接应不是等待因缘的 他的接应是因为明白道理以后 他能够处处叫做应缘而先 应缘了 你要心不明白 等待因缘是委屈向 心若明白的时候 缘起在不在 都在 但是都变成了什么 应缘的当下 应缘当下 所以假如说一个原字 你用错了 就是可怜苍生 你用对了 那可不是心者道成 那都是心者道成 那叫做发心明确 所以没有一个正当的 一个基础教育 没有一个正确的 佛门中的启蒙教育 你永远不知道将来如何往生 永远不知道如何往生 因为往生那个往字 中国字讲往 就是去向 去向为往 生就是什么 大德约生 什么叫大德 你要照见你信中的那个大字 为什么那个大 因为绝境之中 它就是能包含一切 所以大这个字它本来就无形无状 大字是无形的 它能含农一切 你要看到你心性之中的大 所以一切大圣佛法之中 讲那个一切经典 最初都有个大字 大方法 大圣 都要从绝体之中 你要怎么样去体会绝体 先从大字下手 所以连我们讲的天界的功德 天是怎么写 一大为天 你能看到你心中那个 在一切感觉之中 绝好绝坏 从来不变的一 然后它才能够担当 是好是坏的那个大 你要是能够体会绝体 虽然没有开悟 我将来保证你 今生往生以后 直上天界 就是天人 这个里面在分天界功德不同 在分种种天界 那都是要懂得 那个绝体的一大开始 那就是天上功德 那都是天人功德 所以都从这个大字中来的 所以将来 你就要在这个感觉之中 你能担当那个大字相时 你能担当这个现前的 所以有一些呈现处 也就是我们要发愿的亮相 那是行者念念归家时 你要熟悉的 就如玩家的方便 从这里开始 那才是真正懂得 我要讲的往生的身 那叫大德 所以真正的往生 叫去向信德 叫往生 那你念一句阿弥陀佛 没看到你真正的信 信德是什么意思 你要是真正用到无视信 你要真正用到无视觉信 你念一句弥陀 弥陀的功德 就会印在你心中 这叫做以相光庄严 就像是你真正用到决心 就像刚刚讲的 你看一个大山 大山都会活在你心里 这叫做决心灵灵的人 所以他在弃世间都灵灵 弃世间都是无情之物啊 他都还会能够活在你心里 能够壮酷而新 如果一个圣人的名字 他不能传达 圣人要传达的意境 绝无是处 所以你会发现 阿弥陀佛为什么慈悲 你要用对那个心 他就会灌注法水在你心园 所以他根本永远都在你等你 你要用错那个心 阿弥陀佛就远在永远 远在天边 都不是佛 不是佛要辜负你 不来接你 是你用错的心 假如说是用我们现在的想法 是这样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会来接你 那阿弥陀佛就是什么 就是最不慈悲的人 他何必要这样子戏弄苍生 我苦苦念佛 你还看我成不成意 来不来接 你不戏弄我吗 佛是大觉之人 是有能力的人 我用个诚意你来接我吗 你把诚意给我 你帮助我成有诚意啊 但是佛也告诉你 师生告诉你 没有办法会你三昧 赐你三昧 真正的那句念佛 是念在心性上的 你要是真正能在决心上 心上念一句佛号 你会发现那句佛名 不同一般世界功德 那句佛名 无量寿 无量光 它在你将来心中 显明的是你不同的思维 不同的意见 假如你心里面真正吃成本贱 念大山的名字时 你突然有一天也会懂得 什么叫高院 什么叫壮阔 那个叫做真正的决心 假如今生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决心 用到如此 你将来就要帮助自己 将来生中一定是个可怜凡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